传载400家号作者,国足基地在9月22日,进行的中超第23轮一场交变大战中,北京国安可唱挑战贵州横峰,前60分钟,耶拉维奇和斯蒂夫为贵州连入两球,张希哲曾一度扳回一球。 不过,随着范云龙点球命中,国安最终2比3爆冷输给对手,而在这场比赛中,临时客串中尉的30岁李皮,艾佳与大宝发挥不佳,正是他在下半场于进区内的一次轴机反规送给对手点球机会,而他也因此吃到两张黄牌,最终被当职主裁判世界铭上满日七罚出场,由于国安镇中独龄中尉受伤, 所以昨晚的比赛,施密特安排余大宝临时客串中尉,事实证明,这样的安排的确有待伤劝。 第40分钟,余大宝在一次防守的过程中抢到皮球,但是慢动作回报显示,余大宝在停球的时候手臂明显张开,这是一个很明显的手球动作。 对于余大宝的这次反规,主裁马日七并没有第一时间看到,但是场边的贵州主帅佩特莱斯库却对此明察秋毫,他对于裁判的示弱无睹十分生气,为此,他遭到了马日七的无情虚逐。 仅仅三分钟后,贵州队长传发动进攻,耶拉维奇不停球,直接将球传个右路的斯蒂夫,随后他高速前插刀进去。 作为此时,李斯蒂夫和耶拉维奇最近的中卫,余大宝既没有回防定住耶拉维奇,也没有上前锋堵斯蒂夫的传球。 最终让无人防守的耶拉维奇,接到斯蒂夫的传球轻松破门。 如果说余大宝上面的动作可以原谅的话,那么下面这次不明智的轴机动作则实在让人无法理解。 第七十三分钟,贵州队左路将球调入禁区,保守耶拉维奇的余大宝在抢围的过程中用一记十分隐蔽的手机动作放倒了耶拉维奇。 耶拉维奇顺势倒地,他在站起来后,依然用着俯折面部,看起来很痛苦的样子。 主裁在视频主理裁判的提醒下,光看了VAR回放,随后他果断的向余大宝出示第二张黄牌并将他驱逐出场。 很难理解,余大宝会在比赛的关键时刻,祭出无敌铁肘,这样的动作可谓害人又害己。 要知道,这样恶意的法规动作,吉家帮在中抄也是直接吃红的动作,而此次他只是吃到了一张黄牌。 可以说一点也不愿,正是余大宝这次不冷静的法规送给对手点球,让对手再次扩大比分。 更糟糕的是,在余大宝被罚出场后,国安不得不以示人应战,尽管国安在最后时刻利用点球机会,将比分搬成2比3。 但无奈时间所限,他们最终不得不接受2比3落代的命运。 不得不说,余大宝这次客串中尉的安排虽然稍显无奈,但确实有大商榷。